那你的心思呢 生小子去了 你快放下了 小娘子小娘子 给国公爷问问 叫姐夫 国公爷 叫姐夫 国公爷 打你信不信 姐夫 听说你这个学业不佳啊 你姐担心你的学习 姐夫决定亲自来教你 反正除夕之前呢 你最好什么都学不会 你要学不会呀 姐夫送你一匹小马好不好 来 真怪 记得哦 子曰 学而时席之 不亦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韵 不亦君子乎 背 学而时席之 不亦君子乎 学而时席之 不亦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不亦乐乎 人 人 人不韵 人不知而不韵 不亦君子乎 你 现在傻孩子这么多 干脆除夕到街上 慢慢吃呆酸 继续背你的 站好了 今年除夕 怕是要下雪呀 臭小子 你过来 姐 姐夫 你给我站住 臭小子 你还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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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 行了行了行了 我来处理好吗 怎么了 什么事让你生这么大气啊 这个臭小子 最简单的论语都背不过 他就是故意找茬的 我怎么说来着 先生不好当吧 他就是个木头 我也能把他交汇 行了行了行了 精无聊啊 走 行了 你是不是刚才在门外偷听来着 幸灾乐祸 我没有 我真没有 你可别冤枉我了 我就是来跟你 聊一下阎博阳的事 博阳怎么了 阎博阳最近不是在跟你们家名姑置气吗 我瞧着挺没劲的 要不这样 明天把他们约到府上来 咱们一起坐下来聊一聊 如何 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他们俩的事 我兄弟的事我当然关心了 阎博阳也是 一个大男子 偏偏跟个小姑娘斗闷子 我瞧着也心烦 知道了 行吧 走吧 你别说别的 你刚才是不是在门外偷听来着 我没有 我真没有 我发誓我真没有 我就想你了 我来看看你 走吧 这阎博阳怎么回事 几天不见 就对薛阳婉这么伤心了 你以为她真伤心啊 她不过就想气气苏鸣姑罢了 她这狗脑子 要是苏鸣姑真跑了 她哭都来不及呢 什么意思啊 我说你是真笨还是假笨 阎博阳对苏鸣姑什么心思你还看不出来啊 那你的心思呢 剩小子去咯 你快放下来 小娘子小娘子 放下来 怎么了 小娘子小娘子 李儿又不学习了 我都说她了她还不听我的 还要我和她一起玩 她就知道玩 她不学习 还要把圣武和春娘炖了吃 看我怎么收拾她 你别急啊 凡事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你 你 给我站起来 疼 疼 疼 你还知道疼 你这干什么呢你 我让你抄的轮椅你抄了没有 小小年纪 怎么就生了夜学这毛病 我最爱的人都不想学了 你小屁孩什么爱不爱的 我就问你为什么不写课业 你不要管我 你有喜欢过一个人吗 你有想念一个人 夜里睡不着 又想赶紧睡睡梦里相见吗 我 你们大人什么都不懂 每天就知道课业课业课业 我就是不学了 小混蛋 给我站住 你给我回来 消气了 消气了 消不了气 怎么了 这小兔崽子 我让他给我抄课业 他给我画符 你要是打了他 他就不画符了 我小时候最讨厌那些打我的先生 你要真把他打了 他以后不恨你才怪 那你说怎么办 我觉得教育这件事吧 得打小就开始 这个系里就算了吧 咱们琢磨琢磨自己的娃 生个状元怎么样 你成天就想这些下三路的 系里不学好你也不管管 你别干在这儿了 出去出去 我看你也心烦 你消气 消气行不行 走走走走走 不生状元 咱绑也行不行 老奥 你消气行不行 一个两个 都不让人省心 开门 三娘 三娘 我 三娘我对不住你 对不住什么 对不住没提前启会我一声 就让三娘看了一出戏 我 没关系 三娘看得出你和苏未有情 所以 其实你也没必要拿我出来当挡劫牌 你 你误会了 其实苏未喜欢的人不是我 所以你便来找我 没有啊 不是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父母之命 不得不做 从前怎么没见二郎遵从父母之命 你若真是这么听话 与如荫的婚事早就成了 不是 我 无论喜欢的人是谁 我薛三娘 都不是那些嫁不出去的娘子 自己的夫君心里惦记着别人 我若还与她成婚 岂不是奇耻大辱 我薛月婉不愁郎君 也嫁得出去 一二郎 你若是真想娶我 便先忘了苏娘子吧 那我给你带来的女儿 我给你带来的女儿 我那是这样子 我给你带来的女儿 我都会给你带来的女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